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用华文华语来进行各种挑战 并顺利完成委托人所给予的最终任务 更所谓360行 行出状元 要在这个行业干得非常出色的话 你就要热情 面带笑容 还要细腻周到 所以听起来好像很不简单 你们两个猜猜看什么行业需要这些特质 来 韦玲 我真的听不懂 我感觉应该是那个酒店的服务员 服务业 去看我们的委托人他们有什么话说的 哈啰 俊良 韦玲 我们是来这里度假的 市面想要庆祝我们的认识一周年 是 所以要麻烦你们当我们的服务生 来招待我们 哈啰 这个服务业是非常讲究 这个言语和表达能力的一份行业 好 现在我们就要来考考你们的这个口台了 游戏规则就是一人会负责绕口令 是 另外一人会负责拆包裹 那绕口令的那一位就要念到 我们主持人得到认可为止 然后就可以双方交换位置 最终顺利拆下这个包裹的一方 就获得优胜 那优胜的队伍在接下来的任务中 会占优势 好 计时 开始 开始 小梁 放 小梁 小梁 放 羊 遇见 狼 狼想吃羊 怕小梁 小梁 大 狼 狼 救小羊 狼死 羊活靠小梁 好 好 来 开始 超场前面有33个伤数 超厂后面有44棵枣枣 三扫把33棵赏树认作超数 四扫把 44棵枣枣枣 枣枣枣 枣枣 枣树认作赏树 好的 它的那个盒也不是很过关 明明是伤树 对不对 伤树 伤树 它所说赏树 隔壁老师比较赢 所以我们今天的赢家就是伟林了 恭喜你提开整整打开来看一下 好 里头的这只熊和耳 就是给我们一个暗示 我们将会去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了 但是要去那个地方之前 我们要先去找小老师 好 哈啰 小老师好 老师好 我是黄凯恩 我现在读鱼 胸热色书院 你在读还是穿生肉色 不是 不是生肉色 生若瑟书院 是一间学校 不是 生肉色 对 伟林马上给你介绍 你的小老师叫做佑恩 哈啰 我是佑恩 佑恩你可以叫她伟林姐姐 你可以叫她伟林姐姐 你可以叫她伟林安弟 不可以 姐姐 不可以 姐姐 这里有几样东西你们可以用来布置 比如说这些气球 还有这个箱子里头的东西 给你一些顾客他们的资讯 一男一女 庆祝一周年纪念 所以你就以这个感觉来布置这个房间 好 待会那对顾客就会进来 你们就要推销你们的设计 那最后他们两个就会做一个选择 好 来 过来这边 好 是 我来帮你一下 我觉得你生肉色 生肉色 你的手已经很酸了 这样服务就对了 很好 好 刚才因为我们玩那个游戏 对不对 对 你输了吗 对 我是故意输的 我是恐龙让离 因为你有这个恐龙让离的精神 我们的时间是20分钟布置而已 所以对方有30分钟 半个小时的时间计时开始 我们现在放气 球 放气进去这个什么 气球 清球 气球 是为气球充气 那我们现在就 布置 布置这个食物的地方 看到杯面 看到水很开胃 俊良 你这个爱心气球要几个 就来两类 因为他们是 一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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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样吓到我 他们是一对 好 我们就别浪费这些了 你觉得我们应该放在哪里 放在床上面 好 我们这边有几粒 你帮我数一下 不是几粒 是几个 几个 为什么不是几粒 不是粒 是个 十个 不是十粒 对 十个气球 我还可以用十粒 我很有十粒的 你要怎样布置这里 我先要放这个 这个叫花蝶 我要放在 不 这个是花瓣好不好 花瓣 所以这个我们 放一个新的形 的形状 什么 形状 形状 如果你把一个大的形 在那边 对不对 那就非常地一般 我喜欢 好 我们放那个 好 你们做这个 我去做别的 我们做这个 突然间我也得工作了 太好笑了 就在床上 我画一个很大的爱心 乔老师 你可以吗 可以 老师 来 快点 我们就剩多久了 九分钟 九分钟 快点 老师 九分钟 剩九分钟 快点 老师 快点 我们不要输 我现在每个星期都输 老师 你终于有压力了 有压力 我不要每天输 我可以讲老师 他们的华语程度 其实是比我们烂的 我本来很看好你的 好 这个星期 我就已经见你看了 真的 好吧 不要让我失望 会 你们能做的东西 都已经做了 就看他们两个 是否会接受 记得 等于他们进来的时候 你要好好地推销 怎么样 还满意吗 我觉得二十分钟 可以做到这样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所以你讲了 前几次你都 前几次都摆在这个 婉龄 慧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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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前几次你都 都摆在婉龄的身上 慧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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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 算了 我也不太看好这一次 慧龄 慧龄 对不起 好 现在已经准备好 要接待贵宾了 好 好 贵宾可以进来了 嗨 嗨 欢迎你们来到 我们的爱情浪漫小屋 你们设计的整个概念是来自于哪里 我们的概念就是 我们懂今天是你们的周年忌日 忌日 首先我们这个房间的卖点很大 对不对 等一下 你好好说 很大是什么意思 很大就是很多地方可以走来走去 好 我介绍 这个是那个蕾丝带 还有我们摆了那个气球 慧龄 你要不要把你的心声 直接跟他们说 我真的很惨 怎么了 我已经不可以再输了 所以你没有赢过 我没有赢过 那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很喜欢听人家夸我 这么漂亮 像一个花朵一样 好 很好 这个我接受 然后你呢 你要说 关键在于你 前凸后窍 前凸后窍 走 挂了很多心思 布置 给仙女神仙 这么美的环境 这么美的这个 这个风景 对 对 很久没有听人家讲话 讲得这么辛苦 而且她刚才打同情票了 没有赢过 没有赢过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就让你继续了 好不好 好了 好 你这么会 她说继续没有赢过 没有了 继续赢了 反败为舍 对 谢谢 好 好 好 一开始就有精细一点 花瓣 不错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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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房间的色调我很喜欢 还蛮浪漫的 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对 好 好 所以我们用很多粉红色 我们知道你喜欢粉红色 所以给一个 罗曼蒂克 罗曼蒂克 罗曼蒂克的感觉 的感觉 的感觉 然后这个是表姐 是表姐 什么表姐 表带 表带 代表 代表 我真的有表 代表你的心 我们的心 因为是心连心 好 然后这个心连心之后 会变成一个大颗心 因为两个人的爱结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变成整个世界的爱 大爱 一个大爱 你睡觉的时候 你会看这个 我很喜欢就是听人家赞美我 好 我就亮灯一试了 马上来赞美 这样他就看得我清楚 对 对 你的眼睛很漂亮 对 这个叫什么 这个 眼睫毛 眼睫毛很长 然后你的头发真的很不同 特别 很特别 那现在到了小老师 来夸一下我好了 有看到他眼神吗 有看到他眼神吗 我遇到一个十三岁的小朋友 他开始恐惧害怕 对 我们会去讨论一下 然后看我们比较喜欢哪一个房间 好 好的 那我们这对贵宾呢 他就提出要求想要在这个酒店附近拍照 所以我已经帮你们物色好一些很美的拍照地点了 所以你们的任务其实很简单的 替他们拍照 与此同时也要跟他们介绍一下 告诉他们这个地方的一些历史 那这边有一些资讯 你们读一下 好不好 然后不明白就问彼此 这么多字 那就包在你身上了 贾老师 这个是很多字你要帮我 很多字 字 很多字 字 好 你们先来笑话一下 就等我们的宾客驾到 好 我们的贵宾神仙还有仙女 请你们出来 像我吗 我听到这些女生 这些是我们 我们这边请 好 因为太阳有点太猛了 放心 这里 你们就站这边 不会热 对不对 好 不会 今天你们现在就在这个福利顿酒店 福利顿 不是顿 是顿 不是 错不在顿跟顿是 富就已经错了 那福利顿酒店建于1928年 很久以前 真的 之后经历了改建和修复的过程 在1001年 200 1001 我现在是 1001 还有恐龙的时候 倒流吗 2001年成为了酒店 也在2015年被列入国家古迹 历史很悠久 是 而且今天我们长知识了 好 我今天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我有些拍摄的角度 所以我们可以把你们显高又显瘦 所以是很好 你们一定喜欢的 没有 我没有瘦 很美 很美 3 2 1 首先我带你们来看这个漂亮的桥 也是要介绍我们不是那种过河拆椒的人 又多一句成语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加分 加分 今天他很拼 今天我真的要赢 所以今天我们在的这个桥是叫 加文娜桥 加文娜桥建于1869年 是新加坡历史最永久的桥梁 至今已经有152年的历史 你看 我从这个角度拍过去 可以拍得到桥 也可以拍得到你们两位 好 来 可以这里拍照 这里也可以拍照 这个是东方花园走廊 你看 你也是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姐姐哥哥 你们两个看起来很年轻 真的 你们应该不知道傅力敦前身 是新加坡邮政总局的办事处 来 你替他们拍照 我不知道 我们要在哪里 你们在这里 你们两个都看我 看你 看你 好 所以这里种了各种蔬菜 蔬菜啊 蔬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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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如菠菜 还有各种水果 比如木瓜 这些植物修成后都会用 来制作酒店的创意 鸡围酒 磐饰和菜肴 再开始拍照 一提 一提 这个 不用做 加饭 有 我们可以开始拍了是不是 开始 对 然后我们是要看你还是要看天空 天空 天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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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就是根据表情符号 你们要猜出对应的本地美食 好 那要在抢答之前要踩破一个气球 才能够做的 我们就准备我们的第一道题吧 是 第一道题就是这个 看到这个表情符号 你们会联想到 第一个是什么 对 对 对 超恐怖 抢答 你不可以去远一点踩那一刻 你干吗在我面前踩这个 加到我 然后我就叫浴室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边我们有这个辣椒 在这边是沙滩 所以你的答案是 辣 辣 辣 叮咚 那这一题算答对了 第二题 大家要看仔细了 一 二 三 好 三个字 第一个 口红 中间的那个有点难猜 但是第三个是什么 雪人 好 什么 来 老师 红豆冰 红豆冰答对了 答对了 什么是红豆冰 第三道题来了 五个字 来 这个是什么 看一下这个符号 这是什么 火 第三个是什么 摩托车 好 很好 其中一个字是我们要的 第四个是什么 鬼 最后一个呢 现在你去联想一下 跟海鲜料理有关联 你好 好 烧烤魔鬼鱼 这题很难 老师讲身体真的很难 今天男生全胜 厉害 这个只是一个热身赛 阿宝 重点还在后头 好 那现在我们来到这里 就是主打中式菜肴的育楼餐厅 那待会我们会呈现三道菜肴 双方在推荐菜肴的时候 你们只能对菜肴进行描述 不能说出菜的那个名称 重点是不能说出肉类跟海鲜 好吧 欢迎两位贵宾入场 来 掌声 掌声 掌声贵宾来了 那两位贵宾久等了 就让我们的俊良马上上第一道菜 好 是前菜 第一道菜我觉得非常有划算 一道菜可以吃到三种菜 这三种菜有两个是海鲜 其中一个是那种陆地动物的肉 应该华人会常吃 我还会常说 我觉得这个提示很好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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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是叫做 来 韦玲 好 我们也是有三道菜 第一次是肉的 那个皮烤得很好 你咬的时候会很吹 咬了 要吹 我咬完了 我要吹 要吹一下 我吃的时候 那个字会噴出来的 很多人会有这个特别的方法 来形容这个海鲜 叫做 我心目中有答案 你心目中有答案吗 有选择了吗 有 俊良 好 好 你就选择俊良这边的 好 你们就可以慢慢地享用 与此同时呢 韦玲这一组马上介绍我们的第二道菜 这个道菜是你吃的时候 你的嘴巴里会融 嘴巴会融掉 融化 融在嘴里 厨师在弄这道菜的时候 要闷三到四个小时 上面的那块肉 是谁的朋友 我的朋友 它的酱汁是用上等的材料熬出来的 有兴趣了 我已经感觉我的口腔里面 已经开始在流口水了 是 首先我们的华人新年的祝贺词有一句 叫做 年年有 这边 对 这边太酥了 真的 非常香 又甜又咸 旁边它有一些脆脆的 市场有那么脆脆的口感 我有答案 你有答案的吗 我也有 一 二 三 魏林 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菜 对 我更想知道它是什么菜 而且它的情况其实也 也就是说得头头是道 对 是 现在最后一道是甜品 那这道菜非常甜 然后是用上等的杏仁 他有学习到 学习到 他开始用上等的 对 他有用这个天山雪莲来做 天山雪莲 这个是非常补皮肤的 所以对神仙 仙女池是绝对一配 我们的天兵是冷的 我们的天兵 天兵 天兵天这样子 天兵是冷的 最重要的严肃是 跑到有人写了一个歌 一首歌 其实我知道那首歌了 真的吗 你哼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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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哼一下 马上听听你们的选择是哪一个 来 俊良 恭喜你 他跟你讲到一个重点词汇 就是扬言 好 那我们就祝你们百年好和幸福永在 好 好的 那我们现在即将要公布成绩了 我相信这个时刻 俊良今天的心情应该特别紧张 是 我看得出来 表现真的非常好 所以很开心的 我们知道第三个回合 他肯定是胜出的 因为他所推荐的两道菜 已经进入了我们贵宾的口中了 那第二个回合 到底是谁说得比较好 拍得比较好呢 我们马上看看 恭喜 也就是伟林了 1比1 是 是 现在是关键性的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回合 马上1 2 3切巧 恭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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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剑不顾有心人 你终于赢了一次了 也就是说今天需要接受惩罚的 就是伟林 我们谢谢再联络了 拜拜 拜拜 你要做什么 找出错字 并写出正确的字 第一个字 心里有一个点 错的 休息多了一会儿 是不是这样 自己有一个点吗 座位 对了 好 这个我还 好 你知道答案吗 现在就把挑战视频 上传至社交媒体 并标签你在说什么 原来胜利的味道 是那么的甜 但我觉得今天的两位来宾 有被我的努力打动到 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努力的话 华语可以跟我说得一样好 我今天书的心服口服 也不会伤心 因为我学得很多 每天用的词语 他们讲讲讲 我就听听听 说我可以回家多多练习了